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还是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日的美股收盘总结 首先我们是要来看一下整个盘面的情况 今天的话,大盘的三大指数在税改政策利好推动下是向上狂涨 纳斯达克指数在盘中都一度碰到7000美元历史性的整数关口 标普也已经是逼近了2700点的整数的位置 道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离25000点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可以说现在整个市场向上做多这个氛围非常的激烈 不过在这个时候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市场的一个情绪的变化 因为今天虽然说标普出现了个大幅度的上涨 创下了历史性的高位 但是市场恐慌性指数也跟着在上涨 一旦这个市场性恐慌性指数VX和标普同时上涨化 那市场的短期风险就会出现一定程度增加 在这个时候适当的要注意一些高位的股票 适当注意一些抛出或者说进行卖出保护盈利的这样一个措施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自己手里头的仓位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健的盈利 同时从今天的板块运动来看 能源板块在油价的一个恢复的情况下也是出现了不错的上涨 同时金融科技继续在前方领跑 尤其是现在的像比特币股票相关的整个板块的话 已经成为了科技板块的一个带动者 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OSTK 今天的再度大涨10%继续刷新历史新高 占上了75美元 同时OSTK自己研发的这个比特币区块链 也在自己研发的一个虚拟货币区块链 也在今天的开始正式上线 这样的话也是带动了整个板块的表现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道指 道指的话 今天它的成分股里面显示则是金融和消费金融的两方面的一个上涨 带动了一个道指的行情 像由于市场要加息 所以说像高盛摩根纳通他们继续维持了一个不错的涨幅 如果说明年的话 特币股还要继续给金融行业进行松绑修正多德富兰克法案的话 那么市场的金融板块向上涨的行情可能还将会继续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再来看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的话从油价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油价本来在早盘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跌 盘前一度是跌到了56美元附近 但盘中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回暖 这个是由于美国本身的原油钻井平台数量下降 以及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尼日利亚开始进行了石油工人罢工 这样的话油价短期出现了一个恢复 之前就和大家提过 油价在这段时间以后会呈现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 那么现在这横盘震荡的格局暂时还没有打破 震荡的空间基本是在56美元到58美元之间来回的进行波动 那么此外我们再来看黄金 黄金则是货真价实的出现了一个反弹 今天已经在这个盘中收复了之前的一个1262 这个比较重要的阻力位置 现在又重新回到这个位置上方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之后如果说市场的风险真的爆发的话 黄金还有一涨 现在适当的把这个资金开始留一部分现金在手里头 关注一下黄金类的股票 是我们目前可以来说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策略的 那么除了黄金矿类的股票之外 黄金的相对应的这些ETF 包括这个两三倍杠杆ETF 也都是我们之后可以关注的一个选择 我自己对于黄金的这一波的行情来说 我认为它还是有机会去触碰 1300美元这个整数的位置的 那么从个股的角度来看的话 首先我们要关注就是说这个比特币方面的个股 比特币现在这些个股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状态 像我们在最近在这个VP里面分享一只个股 它12月13号才刚刚上市 上市的发行价是5块钱 最低到了4.69 但今天盘中的时候 一口气已经涨到了最高达到142美元的这个位置 就是包括我们的很多分析师在那时候 在十几块钱买入的时候 如果说持有到最高这个位置的话 轻轻松松就赚了10倍 这也是现在比特币行情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魅力 也包括刚刚我们提到这个OSTK 它也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强的上升的态势 除了这两只股票之外 其他的比特币板块的股票 包括像BTCS这样的 这样的OTC市场的股票 也是纷纷呈现了量和价一起上涨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比特币是目前市场里头最大的一个热门 因此这一类的股票在短线里头 它的爆发趋势是最强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市场里头多进行关注 我们也希望我们之后有机会和投资人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比特币板块里头哪些股票 还有这样的一个暴涨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武说明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